在香港 向家是娱乐圈的影视大佬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旗下的永上公司 出品过众多佳作 还因为他们背后 新一安这样的江湖背景 而在台湾也有这样一位影视大佬 他就是竹联邦总护法吴敦 这位大佬早年得志 没想到晚年下场凄惨 今天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挖掘新闻内幕 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哇哇哇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吴敦从小便不爱学习 小小年纪便加入帮派新秀竹联邦 当时的竹联邦的总干事是陈奇李 他十岁就开始混帮派 年轻又为又颇又远见 是帮派李的精神领袖 后来吴敦正要和相恋四年的女友 举办婚礼 为这场婚礼 吴敦费尽了心思 然而却在婚礼前两天出了事 这个案子震惊台湾 很快三名凶手便落网 最终陈奇李和吴敦都被判刑 要关六年 但刚刚入狱时 吴敦完全不能适应牢狱生活 还十分的暴躁 好在陈奇李教导他 要多看书 沉淀自己 而吴敦也没有辜负大哥的教诲 在监狱几年的时间里 他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做运动 一代江湖大佬在狱中灌满了墨水 出狱后 他早已懂得 蛊惑仔不用脑 一辈子都是蛊惑仔的道理 便不再参与江湖时 而是回到熟悉的演艺圈发展 他不仅成立了长虹电影 与多位知名导演合作 制作多部快适人口的卖座电影及电视剧 还发掘和捧红了一代明星 有名有利后 吴敦的感情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 与许多女星传出绯闻 其中便包括了以下这几位 1.郑嘉瑜 吴敦第一段绯闻 是跟台湾女星郑嘉瑜 郑嘉瑜虽然出身于单亲家庭 但家境很好 年轻的郑嘉瑜对演艺圈并不感兴趣 他喜欢在公关公司与各色人物打交道 几年后 在母亲强烈的推荐下 他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流浪舞台 也或许是因出战告捷 激起的情绪波动 于是正式进入演艺圈 成为一名演员 紧接着 郑嘉瑜到内地发展 拿到怀育公主女主的角色 这部电视剧播出后 红遍两岸三地 性格大大咧咧的他 实际上在拍摄怀育公主期间 备受排挤 圈内人眼红他的成绩 并不断造谣抹黑 乃至全剧组的人都不待见他 那段时间 除了跟他对戏的孙耀威 察觉到他的不安 根本没有人在意 此后 孙耀威戏外常常照顾 郑嘉瑜的情绪 慢慢两人成了 现实生活中的情侣 本来这对情侣当 双双不如各自的事业上升期 孙耀威却单方面宣布分手 这是圈内大佬吴敦伸出援手 即使安慰郑嘉瑜 并把少年嘉庆的女主角给了他 两个人相差20岁的恋情 传得沸沸扬扬 郑嘉瑜也冠上了吴大嫂的名号 值得一提的是 吴敦还是贾静雯的干爹 据说是两人过分的亲密 引来了郑嘉瑜的不满 吴敦为了哄女友开心 专门认贾静雯做干女儿 结果不久之后 吴敦又被爆出在上海约会女演员 虽然他解释双方之事 在解阅片酬事宜 然而还是没有撇清关系 吴敦和郑嘉瑜的恋情 也就此告吹 直到和陈浩铭合作 郑嘉瑜又传出绯闻 陈浩铭主动承认了 郑嘉瑜是女友 可是 陈浩铭实在太花心 并没有为了郑嘉瑜守身如玉 他又私会别的女性 导致这段感情再次宣告失败 这一年 郑嘉瑜已经36岁 明明是本命年 事业却开始走低 感情更是无着落 就此 他便从娱乐圈消失了 直到2013年 郑嘉瑜再次出现 他表示只是为了家人 和自己休息了几年 谁知道 这一休息就是四五年 郑嘉瑜想要重回娱乐圈 却没那么容易 之后他付出拍戏 去到甄嬛传剧组试镜 等到的回应是 主要角色已经全部定好 只剩下一些小丫鬟的角色 可以选择 于是 郑嘉瑜拒绝了剧组的建议 近些年 郑嘉瑜时不时会出演一些配角 有时候也是妈妈级的角色 毕竟年龄在这儿 演妈妈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也会在社媒上 晒出自己的日常 做运动 做瑜伽 也热爱美食 二 贾静雯 和吴敦传绯为的女星 不止郑嘉瑜一个 还有同样当红的贾静雯 贾静雯 原本是一位附加千金 奈何家道中落 不得不早早出来工作 在拍戏的时候 贾静雯爱上了已婚男星 黄建群 贾静雯把自己的绯闻 炒上了天 而且榨干了黄建群的 最后一点颜面 黄建群本以为 与老婆离婚 会抱得美人归 哪成想 贾静雯早就恋上了马景涛 那会儿 马景涛已经红遍大江南北 贾静雯看准时机 投入了马景涛的怀抱 逐渐积累了名气 贾静雯又开始向综艺 发起挑战 在台湾的综艺市场 有一位大佬 他叫胡瓜 贾静雯又得到了胡瓜的青睐 挖熟地落之后 胡瓜与自己的老婆秀秀离婚了 贾静雯成为了第三者 可惜 胡瓜也没能把贾静雯降服 随后 贾静雯与黄少奇 发展成了恋人 几次优惠之后 恋人开始保持距离 这会儿的舆论差点把贾静雯喷死 小三的标签摘不掉了 贾静雯很希望自己有一个靠山 贾静雯先找到了李敖 可惜 李敖岁数太大了 做了一段时间情人之后 贾静雯的干爹出现了 他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佬 吴敦 在吴敦的帮助下 贾静雯转战内地市场 没多久 吴敦就从干爹的角色变成了包养他的男友 吴敦为了贾静雯找了很多资源给他 当年贾静雯一部戏就能赚到百万片酬 更有传言说 吴敦赠送他五千万豪宅 后来吴敦澄清说 自己承诺贾静雯拍几部戏就能赚五千万 没有赠送过豪宅 并且直言贾静雯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自己会帮他多赚一点钱 可这贾静雯在爆红之后就开始膨胀了 不仅傲慢无礼 还想过河拆桥 吴敦在媒体面前大骂干女儿贾静雯 当贾静雯知道错了之后 要求干爹再给一次机会 俩人重修于好 可是贾静雯却遇上了孙志浩 俩人很快就有了孩子 吴敦也是第一时间宣布贾静雯怀孕的 可是孙志浩太能玩 经常不回家 吴敦也力挺贾静雯离婚 结婚不到五年 贾静雯不得不与海王孙志浩离婚 但作为一个豪门儿媳 他的离婚非但没有分割到丈夫的一点财产 反而还让他搭上了千万资产 最终贾静雯在这场婚姻当中损失了千万 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期 而与孙志浩的婚姻 也让贾静雯的风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2014年 贾静雯与比自己小了整整九岁的小鲜肉演员 修杰凯相恋结婚 尽管他的这段感情依然不被看好 但是这段感情相比于之前的确务实太多 年轻时不小心走偏了路 需要时间慢慢来将他扶正 如今贾静雯终于步入正轨 年少有为过 也大器晚成过 过往种种 也不是为一种珍贵的经历 而说到吴敦的干女儿 还要提为内地演员 就是因整容而被骂的张萌 早前她也是被力捧的女星 出演过众多古装剧 张萌算得上是比较幸运的女星 早期受到了于正力捧 在业内获得一定名气后 出演了吴敦投资的 《天涯明月刀》和《天龙八部》 从此事业登上巅峰 她背后的金主 也从于正换成了吴敦 对于收张萌为干女儿一事 吴敦曾说和张家父亲早就相识 张萌是自己的晚辈 只可惜吴敦的影响力 早不如从前 张萌也没能成为下一个假经文 随着内地影视公司的崛起 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位置 港台影视公司纷纷退去二线 年老的吴敦也抓紧退休 近年已经年过70的吴敦 身体也不是特别康建家 频频住院 最近她再次因为心脏病住院 因为要做手术 吴敦怕手术有风险 来不及处理身后事 便将自己所有的财产 总计超过2.5亿台币 全部打到了儿子的账户上 然而手术非常成功 吴敦的身体状况好转 当他向儿子要回财产时 儿子却带着女友跑去北京逍遥 拘捕归还财产 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佬 年老体衰之时 却被儿子摆一道 他只能找媒体哭诉儿子不孝 还回忆往事自己为了拍戏 理押财产有多么的不容易 这时的吴敦牙齿都已经掉光 丝毫没有了往事的威风 只是一个风竹残年的老人 或许是儿子良心发现 他最终带着财产归来 父子俩重归于好 儿子也表示自己会履行 赡养义务 而吴敦为了儿子的声誉 决定再次召开记者会 为儿子洗白 并夸赞儿子知错能改 是敢于面对 是敢做敢当的年轻人 这以前以后态度反差巨大 毕竟是血浓雨水的亲父子 也或许吴敦真的担心 没人给自己养老 经历了那么多 能文能武的吴敦 这大半生也算得上传奇 但愿他能和家人演完 这最后一出戏 有个幸福的晚年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